做了很多工作 那么他也帮助张兆新剪辑了他的比赛的宣传片 我们新浪体育也发了他的宣传片 那么这次的大伙我们会慢慢介绍 这个张兆新的团队除了有管西作为翻译和拍摄以外 张兆新在后面已经开始进行做一些热身 还有他的主角来看这是张兆新和对手 张兆新是25岁 这里上12回合三分钟的较量 每回合三分钟较量 梅里是28岁 梅里身高1米81 张兆新身高1米95 双方都是90.7公斤 张兆新是10胜1负 那么梅里是29胜1负 这个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那么张兆新的这条金腰带就是WBA中国机构的国家头衔 那么梅里里亚德梅里的这条是世界 我们当然希望张兆新能够拿着这条世界的回来 张兆新还是很有军人气质的 小伙子很帅很漂亮 我们中国的大级别选手 其实比较困难的就是没有合理的合适的把师 那么他们的陪练也少 你像张志磊在美国训练 他身边有原来中国国家队的训练师帮助他 那么还有女性的体能师来帮助他恢复体能 来培育他的体能 那么他美国的大级别拳手也多 对吧 他找一个大级别拳手帮他去做陪练 那么都要花钱 都要花600美元 甚至更多 而咱们在咱们中国就很难找到这样合理合适的陪练 比如这次张照新去之前在北京也找了一些陪练 但是从体制内找了一些业余的陪练 但是实力肯定是跟世界职业选手是没法比的 所以说双方之间在训练上和备战上肯定是有差距 我们又是客场又是挑战对手 对吧 如果你双方打平的情况下 那么拳王都能保持金腰带 所以对于他来说其实最重要的是享受这个过程 能够去 就说明我们中国人已经在职业拳机上 已经能被人看上眼了 这一点就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在大级别 在这个91公斤以下级这个级别 在此前我们中国职业拳机挑战的 一般都是中小级别的拳王 以前就是徐灿挑战126磅 对吧 熊超中是打105磅的 那么这个吕斌是打108磅的 周世明打112磅的 杨连慧打130磅 杨连慧的级别大 这是关西 这个关西 这边的黄衣服的这位老年人 这是跟刘刚先生 关系非常好的 穿着WBA的T恤的 非常好的 叫做方丹 菲利普方丹 他曾经是我们中国的女拳王 这个张喜燕的经纪人 在欧洲的经纪人 那么这次他做卡尔德曼 来帮助这个张兆新 另外一位年轻的卡尔德曼 这个名字我刚才给我了 但是我现在有点找不着了 那个他是应该是以前打 Kickboxing的 打自由搏击的 就是这个 现在拿中国国旗的 这个卡尔德曼 打自由搏击的 那么比例10的自由搏击 是非常不错的 这个不一样 这现在给张兆熙 把这个衣服脱下来的 就是人鸿帽教练 M23的现在的中国的 中方的主教练 因为这个疫情原因 所以M23的俱乐部 现在的菲律宾人 菲律宾的教练 现在回不来 所以说最近这两年 一直是任鸿帽教练 在带国内的拳手 他也非常不容易 看看李亚德梅里 张兆熙和李亚德梅里 之间的身高比达 有这么大的差距吗 这是世界金销带 徐灿也有一条 李亚德梅里曾经 是要跟这个 艾比欧的世界权王 凯文莱威拉 打这个统一战的 但是那个凯文呢 手受伤了 所以没办法 临时 张兆熙替补 去参加了这次的世界战 这个算是机会 非常不容易的机会 我们中国人能够被世界 这个组织 包括对方的推广人 看上 当然呢 张兆熙抵达了比语时以后 因为他的名气不大 所以说他也遭受了一些这个媒体的质疑 认为他是否有能力来打这场比赛 所以说张兆熙还是要自己来 让这个拳迷 让这个对方能够看得起自己 他也要打出自己的实力来 拳王金腰带 这是梅里 李亚德梅里 李亚德梅里呢 是出生于科德迪瓦 今年28岁 他在 他唯一的遗父呢 是2018年的一场四星级大战中 11回合 被现在的这个级别 次重量级的WBA的超级拳王 法国人 阿尔森米斯 古拉米瑞安 TKO 那么其他的比赛 他是30战29胜 24KO 累计144个职业回合 和80%的KO率 李亚德梅里进场 还是稍微半了一下 感觉李亚德梅里 这个身材应该跟王健正差不多 王健正也是要比张兆欣要矮一些 但是比张兆欣要壮 要横练 一会儿能够听到 这个应该演奏双方的国歌 因为这是主赛 按照职业拳击的规则 主赛的 还有世界战的比赛 是应该演奏双方的 拳手的国歌的 那么这次比赛 刘刚先生没有去 是由任鸿宝教练带队的 那么今天下午转播前 我们跟刘刚先生也聊了一下 他说还是应该尽量给中国的教练 创造这种世界大赛的机会 让他们能够也去历练一下 其实这场比赛 其实不只是对张兆欣的历练 也是对任鸿宝教练的历练 那么只有他去了世界战这样的舞台上 能够见识过这样的流程 他才能够有更高的目标 才能增长见识 对 当然 12×3 两分钟 我们现在有希望能够的 那么简单 非常非常高的 12×3 三分钟 14cm的距离 他需要尽量的距离吗? 好像要尽量隔链? 这次不揍国歌了 现场没有准备这个环节 没揍国歌 没有揍国歌 现在比赛马上要开始了 双方的团队已经都下场了 比赛开始 张兆新 身穿黑色短裤 中国拳手张兆新 WBA的中国机构的拳王 挑战李亚德梅里 张兆新后摆 李亚德梅里 李亚德梅里 左手非常快 下侧的掏摆 张兆新在外侧 在外侧利用自己的身高 前手顶 比赛前 还是很有魄力 毕竟世界拳王 在比赛前 阿拉尼 这个推广人阿拉尼 不断地有媒体质疑张兆新的实力 所以说阿拉尼也是 为张兆新说了很多话 对手直接亲进来以后 打了一个右摆 张兆新后撤躲过去了 张兆新把没礼 压了一下 没礼 看着双方的背筋 就能看出来 没礼的拳应该是非常重的 张兆新后手 漂亮 前手 小伙子不怯场 让张兆新 来自甘肃的民秦 农家子弟 五年退武兵 下市 哎呦 小心对方的前手 已经被蹭了两个了 张兆新 张兆新 他已经被蹭了很多 对方的前手 他已经被蹭了 对方的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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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兆新一直在动 就是我看过这个任鸿宝教练 在现场的是很多次这个指挥 其实他 虽然任鸿宝教练不是打拳击出身 他是这个练散打的 搏击出身 但是他其实对于比赛的 这个指挥的掌控能力 他是很有独到之处的 包括比赛赛前的安排 我张兆新这个拳没有跟上 对手是打空了以后 有一个第一支 可惜 没有抓 你看张兆新比赛开始以后 不站 不站住跟对方拼 一定要动 200磅的拳手的出拳 就是不一样 你看这个比赛就比前面 确实要水平高 抵合过去了 抵合结束 没有怎么吃亏 张兆新抵合还是打得不错的 没有怎么吃亏 当然他也没有表现出 太多的这个掌控能力 因为对于职业拳机来说 你挑战拳王 你必须得对拳王表现出更好的 掌控能力才行 这老头方丹 菲利普方丹 任鸿宝教练在给张兆新说 我觉得这第一回合应该是不错 张兆新不站住了 跟对方拼拳 动起来 动起来的情况下 对手就没有连续拳 没有连续打击 这个打中凶的拳 应该是没问题 不是很有杀伤力 这个确实在前手吃了 前手吃了两个 虽然不中 但是应该小心 看看双方第二回合 张兆新向前 前手探探 前手刺 刺完了以后平勾 对手对自己的这个 左下腹防得很严 这个摆拳应该小心 摆拳很重 也快 张兆新没抓 这个拳也没抓 对手打完了以后 以低姿的情况下 其实一个上钩是有机会的 这已经第二次了 对手这个前手 张兆新这个前手这么吃 太难受了 但是只探是不行的 张兆新打完了前手以后 还是要想办法 要有其他的要跟上 要跟上 如果只是要不断的这么要 出前手探的这种刺拳的话 是会被对手抓住节奏的 还是要出其他拳啊 这个对手的这个前 没事 没事 裁判是说是滑倒 张兆新说我是斜 我是斜 但是裁判已经在之前就 又小心了 这一拳可是击中了 左摆 张兆新的鼻子已经被点出血来了 被对手的前手 你看看这对手的前手 张兆新对对手的这个前手的防守啊 有问题啊 又被点了 哎呀他这个右手的防守 还应该再拿高点 你看 走走逆时针 走走逆时针 不让对手出后手 走走逆时针 对 不让对手出后手 走走逆时针 别别顺时针走了 顺时针对手的这个 哎呀有点站住了 张兆新还是要动起来 动起来不能这么站住了 有点 有点不敢出拳 其实刚才有几些 有些拳都是有机会的 张兆新不敢出后手 感觉有点 第二回合结束了 这回合有点悬啊 对手的这个前手 张兆新一直是没有太防好 被对手这个刺拳啊 刺的这个鼻子 打了一个低姿 但这个拳是被防住了啊 这个拳是非常危险的 这个摆 这个拳不是 哎呦 你看这前手 又是一个摆拳 这是我的前手 那个刺拳和摆拳啊 我看了一下 没有看起来 我看起来 一会儿的 我看起来 这个拳在家庭上 没有太多用的 我看起来 确实有点慌了 但是这个也能理解 毕竟他这是人家的主场 实力确实知道 实力是有差距 我们其实明白 赛前来的时候知道实力有差距 还是应该主动点 前手又被人打了前手 前手 他这个右手 右手再这么着可不行 右手要么拍击 要么还是要抬高点 前手刺完了后手得出 如果这个前手刺完了 后手不出的情况下 还站在原地 等于是给别人漂亮 这个后手 张老欣 可惜打完了就爆了 张老欣刚才的后手 应该是命中的对手 这是第一次 打出比较有效的三连组合 后手都白 好 很凶 这是世界拳王的水平 漂亮 张老欣敢打就行 对 小伙子 不错 张老欣 张老欣对于对手的前手防守 吃亏还是真的吃亏 对于主要吃亏在对手的前手防守上了 这双方啊 你可以看到双方的前手还是差距挺大的 张老欣那天前手 和对手的杀伤力比起来 对他的前手就是确实 你看 都是前手 对 倒了 一二 不要着急 对 歇一会 歇一会 来冲着裁判 还能打 对 歇一会 不要马上站起来 这就是手低了以后 被这手打了个一二百 击倒了 第三回合 都想到啊 就是 哎呦 张老欣坚持 哎呀 又被人打了后手 张老欣应该坚持 坚持过去还有十秒 啊 让人想起来啊 就是乌兰赛前 其实我也跟他聊过啊 乌兰去对前中恒成的比赛 对吧 他能坚持过三回合 能坚持过三回合 他马上也就是超越了 乌兰挑战世界的能力 对吧 一个空拳 然后对手一个直 应该是后直前摆 击倒了张老欣 又打了一个后手摆 就这个拳是非常重的 调整一下心态 不要着急 调整一下心态 其实我们都能明白 双方的实力是有差距的 对吧 我相信大家等待的人 也都大家明白这一点 但是能够去挑战 能够打这样的比赛 就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你不出去 你不出去永远不知道跟对手的差距 又又挨了一个拳 哎呀 已经没了 差一点 没倒 没倒 没理 以为被把张老欣已经击倒了 没倒 张老欣还是不要慌啊 不要慌 哎呀 又被 又中了 左右摆 小心还是抬高点 抬高点防住啊 这个怎么都空着呢 现在对手抓他的前手了 梅里现在开始抓张照星的前手了 小心对手的右拳 没理在这个级别啊 目前是包日靠 因为他也是二十多 二十个月吧 没有打比赛了 哇 右手后手 又一个 张老欣敢打呀 还回了一下 这个电视上 摄像机上 有双方的汗 有一滴汗 张老欣应该想想 自己的每一拳 在这里打的每一拳 每一个击中对手的一拳 都是应该是幸福 都应该去 小心 没理 没理其实现在也很担心啊 打完了他先爆 这个没理大概在 他没有进这个 没有进这个RIN杂志的 这个次重量级的前十啊 他的积分呢 是应该是四十多分 我印象里啊 在包准靠的积分 应该算四星级拳手 那么四星级拳手 基本上进包准靠前十了 在本级别 张照新呢 是本级别 这个次重量级的 世界的综合第六十六 哎呀 小心又被人打了 先点了前手 然后又打了后手 他的防守 张照新的防守 其实这个 第四回合 其实可以看出来 他确实是在防守上啊 毕竟打过的这个 顶级的比赛少 那么国内也确实能够 给他做陪练的 拳手也少 所以他的防守的训练 一直不足 你看对手的前手 你看张照新这个后手 没出啊 对手已经这样了 啊 这个后手 梅林以为 把张照新这一个后手 击倒了 但张照新还没有倒啊 这个左右摆 张照新还是比较扛打的 这个重拳 看看 又是右手的重拳 右手的重拳 张照新这一回合 至少中了六七拳重拳啊 小伙子还是非常扛打 张照新还主动进攻 向前 主动进攻 其实他很明白啊 前面的四回合 还被击倒一次 肯定一回 第一回合 都不一定能给得了他 对吧 肯定没有 你不进攻 什么都没有了 那要不现在 就直接认输 扔毛巾 要么就向前进攻 美里现在在后撤步 防守 消耗张照新 消耗张照新的体能 让进后手 看好打响 这就是一个最好的摄影 这就是一个最好的摄影 一分钟 这就是一个最好的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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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 张晓鑫已经滑了两次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倒觉得是不是应该给他拿胶布 把底下缠一下 把这个鞋前面缠一下 张晓鑫跟对手没理 交叉平权 小心对手的前手 又被点了两下 刺你看 没理这个前手太快了 张晓鑫比对手的臂展身高都要高 我们看到前面的数据 张晓鑫比对手 最少有八公分以上的优势 臂展 但是你看对手的前手 有效的多 又快 又准 还有力量 张晓鑫的这个防守模式 他这个后手又不拍 完全是靠不拍击 完全是靠距离 对手这个摆拳 可怕 他这个后手 又不是拍击防守 也不是报价防守 完全靠距离 这可能是他的习惯 就是拳击训练的 这个训练出来的习惯 所以你要不拍击的情况下 对手快 后手不拍击对手前手的话 对手要快的话 真的是比较难防 比较难防 看看又差点倒 对手这个前手摆 你看这个小摆 后手 前手的刺 然后后手跟上 对手这个前手 确实张晓鑫的前手 第一前手双方是有差距的 第二 在防守上 他这个防守的模式 张晓鑫是有漏洞的 毕竟他以前从来没有打过 就是技术 这样犀利的这种高档次的拳手 虽然他已经两星了 但张晓鑫从没有出过国比赛 他也没有对付不过外国拳手 所以他像他已经跟梅里能打到第六回合 就是已经是相当不容易了 这是12回合的较量 看看张晓鑫能不能给我们带来惊喜 大级别的拳击的比赛 其实真的不好说 虽然现在张晓鑫确实在技术上 经验上都是处于劣势 但是他没有说放弃 他还是比较珍惜这次比赛的机会的 小心对手前手 漂亮 还是要压对手 压制对手 勾啊 对手都低下去了 想办法能不能勾一拳 我觉得张晓鑫的上钩打得很少 因为我觉得可能跟马一鸣教练 因为马一鸣教练相对来说身材比较矮 他平时体重也只有55公斤 他拿把的情况下 可能很难给张晓鑫拿这种 练这种钩的组合 也许有这个原因 马一鸣教练跟张晓鑫之间啊 差身高也差的非常多 哎呦 小心后手 对手 先是前手一个平钩啊 接着直接后手的摆拳 那个直拳就上来了 张晓鑫 在跟那个马一鸣教练啊 喂把的时候 马一鸣教练 可能都得把这个手举高了啊 才能给他拿直把 张晓鑫顶住了 打 打呀 有机会吗 有机会吗 打一足 哎呀 自己已经没力量了啊 只能报了 报了把这个退出 漂亮 就至少敢打组合啊 但是也 后手 对方跟上了 哎呦 对手又打上 哎呦 这个拳是个反拳啊 确实对手有一个反拳 张晓鑫啊 跟裁判显示 对手打反边拳啊 这是拿那个飞拳风 拿手背击打 是犯规的啊 哎呦 看看张晓鑫 这是堵了对手为神的一次机会 但是没都没有打中 对手 你看右手的防守非常严谨啊 贴塞贴得很紧 张晓鑫 摆拳 你看又一个摆拳 拳贴塞了 蹭了一下 这个后面的摆拳 对手的这个后手的右手 确实击中了 你看他这个 这个有一个 最后这个啊 就是这个手背击打了 是犯规的 第七回合了 哎 这个肯定不是 底下脚半了 哎呦 哎呦 没理这个前手啊 真是 小心 哇 没理这个前手 左手真的是 张老师就不要说了 裁判没有管 你就不要做这个 放下拳架 对吧 对手拿这个拳手背拨 但是裁判 荣誉度 在犯规荣誉度上 裁判不管 你就没办法 后手没有出啊 我记得我有一次啊 在昆明看比赛 就是 当时是这个蔡宗菊的 这个老师啊 陈玉生老师 有一次这个指导 呃 双方的拳手 第一回合 应该是一场中外战 第一回合的时候 那个中国拳手 简直 我忘了叫什么名字了啊 简直是 跟那个外国拳手 没法打 陈玉生老师在底下喊 说后手不能出 后手不能出 一直在喊啊 那个中国拳手 就防守了三合 到第四回合 然后那个外国拳手累了 结果这个中国拳手 后来就逆转了 还KO了 当然 梅里啊 这个 这样的拳王级别的 肯定是不会出现事 这种事 你看现在梅里 到第七回合以后 速度也不减 也不喘啊 还控制的很清楚 但是在职业拳击中 确实有很多的变化啊 别看这个比赛 只是两个人在擂台上的较量 那么比赛是三回合 十二回合三分钟 但是实际上在这个 三十六分钟里面 包括每一回合中间的 一分钟的休息 其实有很多的跌宕的变化 谁能抓住的一些小的变化啊 谁就可能产生下一回合的优势 哎 已经坚持完第七回合了啊 已经八回合了 对手这个 这个不是击挡 对手的脚底下 是有一个绊的 哎呦 这个右手的大摆拳啊 看看前手啊 这就是梅里的强项 他这个前手的晃太强了 看看这前手 张老星还得坚持啊 已经能够跟世界拳王 第一次出国比赛啊 对手是世界拳王的情况下 能够打到第八个回合 其实张老星中了非常多的拳啊 我无遮挡的 直接命中 我现在目前一直我觉得最少有十拳以上了 有一回合好像有一回合就中了六拳啊 最少我觉得十五六拳是有了 来主动进攻 还敢于主动进攻 这点就很不容易 来自甘肃啊 民秦 甘肃民秦的小伙子 2017年8月18日啊 第一次新修战 他从来没有出过国比赛啊 这是第一次出国就打世界战 打高档次的世界战 面对一个四星级的世界拳王 WBA的正规金腰带 二百半正规金腰带拥有者啊 出身自科特迪瓦的 现在在比利时 比利时的这个历史上的 第一位WBA的世界拳王 相信这个比赛结束了以后 回来啊 张绍兴自己回顾这场比赛 那么肯定是获益良多的 你在这样的擂台上 高水门的比赛中啊 跟人家打过这样的回合 那么回来以后 对他的自信啊 也会增强许多 啊 终于了大摆拳中了 张小新还能坚持吗 还站起来了 还是站起来了 还是想打 不让他打了 财宽不让他打了 不让他打了 对手是瞄中了 左拳一个大摆拳 因为确实两双方差距比较大了啊 这个张小新还有点觉得不想 还想打 但是这个 任洪宝教练说已经不用打了 不用打了 被击倒了 被击倒了 张小新已经 就是超乎我们的想象了 我们看到啊 出了前手之后 后撤中被对手瞄准以后 打了一个大摆拳一让啊 就是他这个左手 就我们一直在说啊 对手的这个美里的左手 确实是 比较强大的 那么 裁判应该也是比较不错啊 因为张小新确实重拳 重的还是比较多了 我们可以看到张小新的这个拳裤上啊 还写着满一名啊 这是他的这个收益人师 也是他这个所属的这个拳管的 那么我们应该说啊 张小新表现出了自己的能力啊 也看到了差距 对吧 他回来以后可以慢慢的提升啊 自己的实力 那么能够到世界的舞台上去啊 感受这样的舞台 对于他来说就足够啊 那么这场比赛结束了以后 他肯定也就成为了我们中国在大级别的代表性拳手之一啊 因为这个这个级别打过世界战的拳手啊 现在目前说只有他一个人 那么他还非常年轻啊 大级别的拳手的成熟期都是在30岁以后啊 很多选手30岁以后才成熟 所以说张小新还有时间啊 那么我在赛前也跟马一鸣教练聊过啊 马一鸣教练说我 就我因为他马一鸣教练说我没有机会 没有机会啊 推广拳手 马一鸣教练他们就毕竟经济实力不行啊 没有实力办比赛 所以说我也不能让这个孩子在我这埋没了啊 那么现在这个情况还是让他去R23啊 得到更多的锻炼 那么张小新已经表现出了自己的能力啊 也是敢于向前跟拳王去打拳啊 就跟拳王在说什么 不知道没理听懂能听不懂啊 哦啊这个管西管西在给他翻译啊 刚才是对手现在是朋友 这就是职业拳击啊 双方进行一次很好的擂台的交流 我觉得张照新已经超出了我的预期了啊 我本来非常担心他过不了五个回合 这个比赛没有博彩公司 我没看到博彩公司开盘啊 如果开盘的话这个比赛 我觉得应该是30 一比一配33以上的啊 那么张照新能够坚持到第八回合已经很不容易了 他中了非常多的清晰的打击啊 所以回去以后还是要首先要 这个对自己啊 好好养一养伤 真的没理没理打中了他非常多的无者党的拳 还是很狠的 那么感谢啊 有4万名的这个观众陪我们度过了这个夜晚啊 我们一起见证了这个夜晚中国第九名挑战世界拳王的拳手啊 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这个博度安国王体育场的比赛啊 张照新啊 甘肃民秦的退伍兵 下士 那么 很有风度的啊 很有风度的啊 站到了一台中央啊 此外呢 此外呢 在世界上 因为他打过世界战了 他会他的身价也会相应提高 也会得到这个更多的比赛机会 这个小孩是没理的没理的孩子吗 没理的儿子吗 还是还是没理的团队的谁的儿子 还是 其实这个比赛的最后的结果是可以预期的 这是一个正常的比赛结果 确实双方的比赛 双方的实力是有差距的 但张照新能够坚持这么久 也是相当不容易的 小伙子非常抗击打 好 我们这个比赛马上要进入转播的尾声了 各位新浪体育的网友们 观众们 谢谢你们 来看这场比赛 我们这个比赛直播了5小时55分钟 马上要进入5小时56分钟了 那么最后再感谢一下KOTV APP 在现场为我们提供技术支持 以及著名推广人刘刚先生 这次比赛的推广人阿拉尼瓦纳克斯先生 为我们提供版权 以及上海的这个取上工作室的管西女士 帮我们进行这个版权的细节交涉 感谢新浪的网民全迷四万人 陪我们度过了这个夜晚 谢谢你们的收看 我是周超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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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美丽的词